市议员张耿辉用拳头下去测量道路裂缝处又宽又深 让人触目惊心 这里是10月中旬七谷区华新一路152号附近道路 崩落大概一个篮球场大小的面积 经过市政府紧急抢修目前恢复正常 但是最近又受到连日大雨影响 距离10公尺不到左右的路面又出现比大人拳头还要大还要深的裂缝 市议员张耿辉接获通知后立即邀请市政府公务处人员一起前往会刊 就是担心有走山的情况 那前面一点也是刚刚以前那个崩塌 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有崩塌过也刚好修复完毕 那现在下方一点这个地点的话在去年的时候 也曾经服务处的话来这边溃过干 今年的二三月也溃过一次干也都有重新铺过 那现在又造成这种状况的话 我怕这个要请的真的是市政府要请专业的技术来检定 看看是否有走山的现象还是各种方面的一些现象 这个我们不是专业我们没有办法来判定 这算我们应该会有我们发起一个会缸 会找那个敞发处一些相关单位一起去看 那会找我们的水宝的义务团来帮我们先做一个整体的评估 那看起来这边这个区块向下滑动的面积范围真的是蛮大的 那我们这边会评估看看会像那个看到到时候工程的经费多少 那我们尽量来争取 由于道路里面还有大约十多户住家 有一里长当选人萧雪也特地赶到现场关心 呼吁市政府帮忙尽快处理 我们发现下面的那个水水沟根本不通 我们请那个相关单位要快点把那个水沟弄通 如果你水沟不通的话也会影响道路这个水溢在这个道路的路面上 那我们可能有可能就另外一个灾害 我们希望就是说上面住的很多的那个年纪大的一个里民 我们希望那个相关单位一定要重视这个是灾害来处理这件事情 而不是等待那个后续我们希望用灾害的方式 由于又深又宽的道路裂缝直接横过整条道路 又刚好是上下坡的地点 部分路面隆起部分下线 路面开始有高低落差的情况 市议员张耿辉要求市政府相关单位 不要受到新旧市政府政权即将交接的影响尽快抢修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